我不知道怎么见到他了 我已经没有头发了 我不知道怎么才可以再见到他了 我看你脸色有点蜡黄的 你身体不太好 因为我喜欢的男生是一个发型造型师 我为了见到他 我就天天去他店里面做头发换造型 其实以前我头发很长 快到腰了 后来头发已经损伤了不行了 你知道吗 你一天做几只头发会损伤成这样 因为我平均一个月就是又垫又拉两三次 然后那个头发就因为药水的问题已经损害到头皮 成了这样轻轻一摸那个头发就大把大把的掉 掉到头顶都哭了 那种感觉真的是很难受 我没办法只能去看医生 医生说要剃了 这头发还会长的吗 医生说 可能还能长出来 但是不确定能不能长 这难道到底有什么魅力啊 让你这么吸引你啊 就是每次聊天的时候都会让我轻跳加速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看到一个人就是什么都不想说也不想做 只是看着他 看着他然后你就觉得很开心很开心的那种 那他知道你喜欢他吗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小姑娘我觉得你别犯傻了 这样的男人真的不能要 即使你仅仅是他的一个客户 如果这样去做头发对头发的伤害 他一定比你更清楚 他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还能做你的男朋友吗 我去他们店里面做头发的时候 不是他帮我做的 不是每次都在当初上 对对 所有造型经历看到我 都把我当成上帝一样 根本没有人会出来告诉我 说这样做头发是会伤害到自己的头发的身体 唯独是他告诉我说 不要这样伤害自己的头发 不要这样伤害自己 所以这一点让你有所触动 觉得他这个人挺善良 不是违离仕途 对 对 你 今天是因为通过你们栏目组一个电话我才赶过来了 用你的话语来描述一下他之前是什么样子 我第一次记得我是跟他做过一次头发 那时候头发还是蛮长的还是挺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后来呢他时不时隔一天两天还经常来我们店里面又垫头发又拉头发经常这样子弄 我有关心过他为什么这样子做 他说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这样子啊 后来我们下去之后同事还有在议论他 是不是在夜店上满了什么的 他之前头发怎么样 他今天头发很黑很长 差不多到腰上那里吧 看他这样子其实我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因为好好的一个女孩子被弄得就是轻微中毒什么的 然后确实心里挺难死 现在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有女朋友吗 三十秒 你有妻子吗 你朋友都没有喝来妻子 吴远彤现在把舞台交给你 你千万不要紧张 你熬了这么些时间把头发都熬没了 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刻 你好好把心里所有的话 我需要这对你走 你选择了不久 如果我们能先考虑一下 你这种问题就会有封销的问题 里面有什么好自己的问题 你一个人什么东西 过来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